有哪一个人敢这样做 甚至全世界独裁国家我们晓得了 民主国家有哪一个国家说 我的总统或者是内阁总理 把国会的审查权把它拿回来 各位有看过吗 全国的百姓你们会同意这样做吗 如果让他这样做蔡英文 同时就不叫做蔡英文总统 他就叫蔡英文独夫 民进党在立法院的总招 也不叫做柯总招 他就叫做柯杀手 非常的可恶 可死 大家都有收到一层病毒表 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他连动员都不动员 就来不到一半的国民党的立委 然后呢 然后就表辑完 然后坐在那边没什么反应 为什么 老实跟各位讲 因为国民党也知道 最后的结果要进夫尔徒 所以国民党连动员来表达反对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默认了这是必须要进夫尔徒的事情 那另外两个在野党呢 完全没反应啊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针对这件事情来讲 因为国民党在11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表达要提升总预算 当下其实国民党内部就已经知道 提升总预算的结果就是进夫尔徒 加上昨天的愿贵各位看到国民党的表现 就是在配合这件事情 那今天他有什么好看意的 因为他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是始作俑者 所以我才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所有的事情 从头到尾的始作俑者 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内行呢不要讲外行话 国民党在11月底 宣布要提升总预算的时候 他就知道要进夫尔徒 国民党在昨天的愿贵看到变更议成之后 他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走的事情 他也没有表达反对的态度啊 他连动员人来都不来跟动员人来开胃 各位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国民党早就知道所有的事情 在野党早就知道所有事情 而这些事情的原因哟 就是在野党一手造成的